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 由于思想较为开明 被先后赶下台 其中赵紫阳和六四事件的相关话题 多年来更是成为当局的一大禁忌 不过日前两人同时出现的一张旧照 却被当局公开展出 而赵紫阳的女儿王燕南 也在中共媒体上高调良相 这一切是否是当局重大政治转向的信号 我们来听一听赵紫阳家人及其前智囊的看法 香港《明报》报道 11月1日位于北京媒体亚中心的 18大新闻中心正式开放 二楼新华社的图片服务处 展出了一张1982年中共十二大的旧照 当年85岁高龄的叶建英当选政治局常委 总书记胡耀邦俯身与他倾谈 坐在后排的正是邓小平与赵紫阳 赵紫阳照片的罕见公开展出 立即引起外界关注 赵紫阳的女婿也是王燕南的丈夫 王志华表示 至今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当局的消息 但他认为这可能传递出某种信息 18大新闻中心如果出了的话 起码是一个信息吧 赵紫阳前智囊姚坚富 则对公开展出赵紫阳照片的做法表示欢迎 但是姚坚富认为这种举动并不意味着中共一定会改革 尊重历史和现实的改革 我说是两回事 对于意味着什么我们看了18大报告以后在做分析 不做推论这是两种事情 不是英国关系 六四事件一直被中共视为雷区 当时赵紫阳因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 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 最终在软禁中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15年 另外在赵紫阳旧照出现的前两天 《新京报》也高调登出了赵紫阳女儿王燕南的整版专访 图文并茂 并隶属王燕南在文物拍卖领域的经历和成就 而王燕南今年六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曾表示 六四冤案23年来都得不到纠正 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他说 每一个有良心的地球人 中国人都很明白这里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大的坎 他呼吁胡温席应尽早平反六四 英国金融时报在此之前曾经报道 中共总理温家宝近年曾三次在中共高层秘密会议上 提出为八九民运平反 而在十八大前 中共媒体也一再释放正改消息 因此目前的这一切到底是巧合 还是政治高度敏感的中共当局有意释放的信息呢 官方跟我没有任何联系 这个是非常明确的 因为中国的这些事我觉得很大的程度 就是很多是因为不透明嘛 所以大家都在猜这些 如果要说政治体制改革的话 那不是一个具体到一个两个人的问题 那是一个很大的 这个很深层次的问题 当然是要一步一步来了 目前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真的不太好判断 因为我没有任何正式的消息 今年10月赵紫阳93岁名诞时 有香港媒体报道指称 中共当局对民间悼念活动的打压有所松绑 对此王志华表示 当局的限制仍然存在 那肯定是有一些人想来不能来 比方包同啊这些的 可能还是受限制吧 那肯定有一些人不让来 或者感到什么比较敏感的日子 像六四啊或者是十八大啊 至于胡耀邦 BBC在1号当天发出的报道中说 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 曾对一位国际先驱论坛报的记者说过 中国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